搜山機場在晚上6點38分左右 突然發生跳電意外 嚇得機場內的旅客不知所措 只能夠摸黑推著行李 尋找登機口 直下子很短 剛剛發生什麼狀況 不曉得 全部都停電了嗎 沒有沒有 只有正面 就是我剛才在觀景台上面的時候 就突然停電一下 然後就又恢復正常了 大概多久 大概不到5分鐘吧 然後就恢復了 就是那個室內的是暗的 然後外面機場的那個燈是亮的 好 宋山機場跳電 台電就表示 當時是台北市中山區的電力設備當中 有一條溃線發生故障 那導致機場內部的保護設備跳脫 一度引發了機場的國際線航廈 和部分的航空站 停電大約3分鐘 但很快就恢復供電 還好宋山機場的航班起降 沒有受到影響 哈囉 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